Huberano Huberano的意思是说呢 就是说原来啊 这个能力超过 超过一个程度 为什么呢 不仅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从死里复活之后 能够这能力把这个耶稣啊 从地上 把他升天到天上 坐在上面的宝座右边 这个能力是很等的好大 是超过一切 自证掌权所有 不只是今世 连来世也胜过 你问我 牧师啊 我们有详细今生来世的吗 不是不是 他不讲的来世 不是这个来世 这个来世是讲到一个世代 这个世代 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都死到光了 就是以后伟伦的时代 伟伦儿子的时代 伟伦儿子儿子的时代 也超过了 就算将来要有人再起来 有能力的人再起来 也不能胜过耶稣的能力 阿们 这个意思 然后呢 关键在这里了 关键在这里了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万有之手 现在能力在那里 耶稣说现在我把能力放在我的脚下 能力跑去哪里现在 能力在耶稣的脚下 请问耶稣的脚下在哪里 然后耶稣又讲一句话 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所充满的 教会是他的身体 请问 脚是属于头还是属于身体 脚是属于头还是身体 属于身体 谁是身体 谁是身体 听啊 教会是他的身体 谁是教会 谁是教会 你是教会 所以能力在那里 能力在脚下 能力在你身体 耶稣把能力 他升天过后 他没有把能力拿回天上 他把能力留下来 放在脚下 脚不要顶挡 脚不要顶挡 也没力 你试试看 一个有能力的人 坐三十年不动 我修炼 不动 他的脚被残废掉 能力放在他脚下 能力放在我们的脚下 我告诉你一个经 我可以不用看圣经 上帝给我 上帝有 我一辈子 我不是要 我要自己 上帝给我几个信息 几乎是不用看圣经 不用看准备讲 什么可以讲的 其中是能力 能力这个课题 不是我去学来的 能力这个课题 是上帝把 放在我心上 我每一次 都要告诉 每一个基督 你身上有能力 我很容易告诉人家 你身上有能力 你很容易明白 很容易能够接受到的 为什么这样 我记得在我十七岁那一年 有 我 你看我现在身材 真的很惭愧 以前常禁食祷告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禁食三个礼拜 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现在常常吃了就没有禁食 所以三财越来越大了 因为你看啊 大三角没有钱买讲台嘛 我就自己坐在冷肉的讲台 可以帮圣经的 然后我就禁食祷告的第二个礼拜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忽然间看到 我在异象 我不是开着眼睛 我是关着眼睛 我看到异象 我看到耶稣 他跟我讲过 耶稣对我讲过 有时候我听不到耶稣在讲什么 为什么我听不到耶稣在讲什么 因为旁边有一位魔鬼 哇 他讲什么 这个声音大过耶稣 耶稣跟我讲话我听不到 他跟耶稣讲十分钟 那边就 我听不到他讲什么 我很fastrated 很知道 我说耶稣 难道你不介意吗 你有在 魔鬼在这里撒野 我以为这个 这个场面是很好看的场面 一个是上帝 一个是魔鬼 如果我要看上帝如何解决这个魔鬼 可是耶稣连动也不要动 耶稣在那边跟我讲话 那边 哑哑 十分钟 到最后耶稣跟我讲一句话 我愿意 可是我不能 I want 马来看 我还记得耶稣跟我讲的这句话 我说 怎么可能 我认识耶稣是全能的上帝 是吗 无所不能 是蛮有人力的上帝的 他说我 我愿意 可是我不能 结果我 我愿意 我愿意 我命着火 小达 离开 他就离开了 过后 耶稣就跟我讲 为什么我不可以 我愿意 可是我不可以 因为我没有能力 我的能力已经放在 所有的权柄 所有的权柄 好像没有能力 好像没有能力 我告诉你 不是我说的 只有我跟耶稣说 耶稣啊 你跟我讲这句话 我好像没有什么说服力 你起码给我三个经文啊 来证明你讲的是对的 我还要要求耶稣说 你讲的是对的 因为经历是经历 经历可能也会找活路魔的 对吗 但是我要上帝的话语 耶稣说 不用客气 我给你五个经文 圣经 耶稣就给我五个经文 我就来这个五个经文研究 其中一个经文 就是经文里读的经文 他说能力放在你的脚下 家会是耶稣的身体 你是耶稣的身体 来跟旁边讲耶稣 你是耶稣的身体 你是耶稣的身体 基督是头 再讲一次 基督是头 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我们是身体 如果头是荣耀的 身体也是荣耀的 阿们 如果头是有能力的 身体也应该要有 能力的 阿们 哈利路亚站起来